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要巩固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王滬寧谈话中大吃台湾豆腐 表示要解决台湾问题 坚持九二共识 国民党代表会见中国高层 立刻就被中国官媒 拿来当作统战样板 因为这个气球出现的问题 等于说完全破功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下个园区的话 双方属于说过各话 基本上没有达出什么 很好的成果 所以我认为这次下个园区 去中国的话 对国民党不是不但没有加分 而且好像中国和美国 在对立非常因气球问题 对立非常尖锐的情况之下 那国民党好像站在中国这一边 不过就在民进党大力抨击之际 却有自家人有意附中考察 连书发文不知道该算 还是先帮陈县长QQ 原来由绿营执政的澎湖县政府 一百一十二年总预算当中编列了三百万 赴中国考察业务费 遭到澎湖县议员许国阵炮轰 为了夏立言与中国的交流之旅 几乎请全党之力大肆批评 遭指疑是两套标准 对此澎湖县议会说明去年 县府赴中国及出国考察相关经费 仅列三十万及二十万元 这两笔预算删除并未刻意针对县府 如果有实际需求可以提出预算追加 或是澎湖案办理 民进党是创造一切的机会 走对抗 走交恶 为什么不能够交流 不能够对话呢 太可惜了 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 夏王会的解读蓝绿意见大不同 华视新闻另外与刘伟成台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